車子開過 替黑色柏油露灑上白色塗層 跟環節的溫度上 我們看到傳統的水平和冷凍的差別的差別 就像是替馬路擦了防曬霜 要幫柏油露降溫 科學家研發含有二氧化態的淺色塗層 不只作為物理性護膜 也可反射更多陽光 減少蓄熱 降低都市熱島效應 而人體該如何對抗極端高溫 科學家也在找答案 這款會排汗的機器人 表面有許多孔洞 也內建冷卻系統 以及30個獨立熱區 主要是要更了解人體惡性高熱 也就是熱過頭的症狀 不過要降溫 吃冰 或許還是最快的方法 看到冰磚 大小獅子立刻跑過來 熱浪來襲 美國和希臘動物園都有特別替教客們 特製鮮肉冰或是水果冰來消暑 這不是他們的一部分的食物 所以我們想要供給我們動物圖的食物 而想散熱 亞洲街頭很多人選擇撐陽傘 日本東京熱浪遲遲不退 這兩天高溫都超過攝氏36度 我來自一個淡漫的國家 就是菲律賓 這裡比較熱 可是全球溫室氣體卻有增無減 加拿大野火今年以來 已經產生2.9億噸碳排 比往年還要高出兩倍之多 燃燒面積甚至快達四個台灣這麼大 炎昼空污也讓北美不少城市 呼吸疾病患者增加 地球發高燒 全球得要一起找出特效藥 新新聞無論影駐家 立刻下載新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